他给别人当制作人,做舞台剧的音乐总监,组乐队,开演唱会,甚至还客串过电影,入行三十年,写了三百多首歌,他曾一度觉得该说的话都说了,该唱的歌也都唱了。 他自言是个完美主义者,做来一行都非要做到了第一不可,所以他会忍不住怀疑,属于他的三十年是不是已经过去了,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首礼宗盛,那一首又再次说就属于你的故事,你的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无我们的爱,若是错误,愿意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,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。 领悟,陌生的城市啊,熟悉的角落里,也和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,飘洋过海来看你。 陌生的城市啊,熟悉的角落里,也和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,飘洋过海来看你。 走吧走吧人,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,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,走吧走吧,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,爱的代价。 谁在你心里抱冷枪就爱的誓言,像急了一个巴掌,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按一个耳光,然后好几年都吻不得吻不得女人香,给自己的哥多少男子汉,一怒为红颜多少铜铃鸟。 已成犯飞燃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,向谁去喊人,凡人哥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,就我愿,陪着你的身旁等你,回心转意,我想我是真的爱你,我是真的爱你,我是真的爱你。 有人问我,你究竟是哪里好,这么多年,我还忘不了春风在门也比不上,你的小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 鬼迷心和寂寞难耐,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,是最遥远的未来,时光不在啊,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,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 寂寞难耐,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满岁,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,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罪答应我,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,爱如潮水,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叠叠不休, 时不我与的爱愁还未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,山丘有时候,我们喜欢一位歌手,不是因为歌唱得多好听,而是因为从歌曲里,听出来自己的人生,李宗盛就是这样一个歌者,他唱着,写着,用十首歌,就写尽了我们的一生。 有懵懵懵懂懂的爱情,有疯狂的热烈,有得意洋洋豪情万丈,也有失忆后的失落,还有柳暗花明后的豁然开朗。